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当我讲的partial p partial t under constant v 的condition 的时候 也就是这条线的斜律 也就是这条线的斜律 讲这图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要讲的在 还有一个特殊要讲的地方在这里 还有一个特殊要讲的地方在这里 这是什么东西呢 各位发现我所有的constant volume的line 到最后都会merge到这条线上面 就到这条线上面的时候 不管是什么spec volume 我到最后都会到这条线上面 到这条线上面大家就merge了 变成相同的东西了 听起来很奇怪 对不对 一点都不奇怪 为什么 因为它在做face change 在做face change的时候 我所有的face change 我的partial p partial v 是 t 是等于零的 也换句话讲说 我的partial p partial t 对所有的 v 都一样 没有差别 所有的 v 都一样 那所有 v 都一样 我就可以把它写成 dp dt saturation 因为 saturation 是这条线的条件 这条线的条件 那我可以把它写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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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样子 这个很重要 大家一看 它为什么重要 它可以测量 OK 很好量 很好测量的一个数 所以你可以测量不同的p之下的 saturation temperature OK 然后你可以测量不同p之下的saturation temperature 然后就出来一条curve 就出来一条关系式 那个关系式就可以让你决定很多property 会让你决定很多property 所以基本上这是我们后面在讲 我要推倒steam table 的时候的起点在这里 那同样的这个也是可以测量的 dp dt under saturation condition 是可以测量的 是可以测量的 这是figure 11.1图 figure 11.1图给各位做一个交代 给各位做一个交代 好 那我们现在来讲课本上的另外一个例题 我们现在来applying mathematical relations 就前面的 我说 所以这个在说什么 我一个vandware equation 我有一个vandware equation of state 那我的p是等于这个r t的v 减掉b 减掉a的v的v的平方 这是我vandware equation 这是我vandware equation 这是我vandware equation的一个形式 它现在要说什么呢 我的dp 表达dp 那我的dp就是什么呢 partialp partialv constant t的dv 加上partialp partialt constant v的dt 它要你写 partialp partial v partial p partial t 所以这边determine an expression for the exact differential 就是exact differential OK 所以这就是你要做的 所以partialp partial v 就是你要把这个式子做微分 你要把这个式子做微分 OK 然后呢 第二个呢 代表的细节 解释的mixed second partial partial derivative of the result obtained in part a are equal 所以你要干什么呢 你这里呢 要把这个partialp partial v的t 你要把这个东西呢 再对 你要再把这个东西呢 再对这个 再对t来为分 再对t来为分 是在constant v之下 Constant v之下 你要秀它什么东西呢 你要秀这两个东西是相等的 你要秀这两个相等 也是一样 微积分 微分式子 代进去算 算完之后它一定相等 因为这个equation 是exact equation 这个是exact equation 然后它下面要你算partial v partial tp 如果可以把v表达成tp的函数 要做它非常容易 对不对 可是我这个equation 能不能表达成v是tp的函数 意思讲什么 v在一边 tp在另外一边 你说可以 我解二次4 b平方减4ac 是不是很麻烦 对不对 那有没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所以这东西我要找什么 我要找这个partial v partial t constant p 对不对 我要找这个东西 那我要找这个东西 那我基本上要用的方式 就是刚刚我们有三个式子 乘在一起等于-1的那个式子 要乘在那个-1的式子 我们用它来 这个是我们要找的 这个是我们要找的 对不对 然后我们刚刚讲我们那个原则 我们搬家 这个站在门口的先进来 楼下的搬到楼上 楼上的搬到门口 ok 再搬一次 这个楼下的 门口的进来 楼下的搬到楼上 楼上的到门口 搬两次加 等于-1 ok 所以我的partial v partial t的p 等于什么呢 -1除以 partial t partial p的v 然后 partial p partial v的t 那这就可以算了 ok 这就可以直接算出来了 当然课本用做一个转换 把课本用这个转换 把这个式子摆到上面去 摆到上面去 变成partial p partial t 的v 就可以转换了 所以我可以计算 这个partial v partial t 的一个形式 为什么要算这些东西 因为我们后面 我们会后面用到它 怎么用 现在就讲 怎么用 下面要讲的一件事情 怎么用 怎么用呢 也就是我们在课本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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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点 十一点三节 我们要 developing property relation 我们要developing property relation ok 我们现在到十一点三节 十一点三节 十一点三节 developing 我们要找一些property的relation 而已 我们这讲的property relation 基本上就是那些partial derivative之间的 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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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一个呢 你会听到两个名词 一个叫 maxwell relation 这个人无所不在 maxwell relation 你会听到 一个 一组的 一组的 关系式 我们给它一个名字 叫做 maxwell relation 这是我们后面要推导的 还有另外一个名词 叫做fundamental 这是两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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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组叫做maxwell relation 还有另外一组叫做 fundamental simal dynamic functions maxwell relation 从哪来的呢 从fundamental simal dynamic relation 来的 所以从这里 我们可以推导出来到maxwell relation 所以我们这里先跟各位打一个底 就是说我们在干嘛 我们等一下会介绍 fundamental simal dynamic relations 然后我们推导 maxwell relation 那我们推导 所以用的工具是什么 就是前面的 mathematical relation partial z partial y constant x 就是那些东西 我们从那边的东西来 所以我们先用一个 一个叫做principle of exact differential principle of exact differential 我们要推导这个principle of exact differential 这个课本上没有off这个字 principle of exact differential 我们在干嘛 我们在干嘛 我们先跳出来 我们有几个东西 我们在热力学我们一直讲的ptvuhs 六个 现在要加两个 好 我们在做engineering simile dynamic计算的时候 我们在分析control mass control volume 通常用不到 可是当我们在谈化学的时候 我们在谈把两个东西混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那个东西 那两个东西一个是什么呢 用这个符号psi 还有一个是什么 g 会多出来两个东西 会多出来两个 所以现在是六个变成八个 好 不要担心 这另外两个呢 只有在这一节你会碰到它 其他地方你看不到它 好 那我们two more 我们这里有两个 一个叫什么呢 psi psi呢 我们称它为叫himmers function 那psi呢 叫做himmers function 叫做himmers function 叫做himmers function 好 那另外还有一个呢 g呢 是叫做gips function 各位可能听过这个 这个东西在我们做这个chemical equilibrant计算的时候 会用到它 在那边各位听到的不叫gips function 叫什么 叫gips free energy OK 好 在化学里用这个东西 在物理化学里面有这个turn 有这个turn 我们热力学里面 我们只用它当作一个工具 我们要从这边推导出来steam table 要从推导出来 推导steam table 好 它的定义是什么 这是这两个参数的定义 这是这两个参数的定义 好 那这个呢 很明显呢 它是一个combination property 它是由其他的property组合在一起构成它 好 构成它 那我们刚刚讲的六个里面 还有一个是combination property 也是用其他的property组合出来的 哪一个 h等于什么 u加上pv 好 所以在我的这七 这我的这个八个property里面有两个呢 有三个呢 是组合的 其他的property决定之后呢 那我基本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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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就可以把它 就可以把它算出来 就可以把它算出来 ok 好 那我们现在再跳出来一下 我们前面在讲d z x y 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的式子是partial z partial y concent x 的 dy 加上partial z partial y partial y concent x 的 dx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的式子 我们可以把d z 写成m dx x 加上m dy 好 我们是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好 这东西跟我们这里有什么相关 还记得我前面有讲过 好 我前面有讲过 好 我们讲我们first law 的时候 我们的data u 等于什么 好 我们的data u 等于什么 等于 q 减掉 w 对不对 这是我first law 对我的一个 simple compressible system 的话 我data u 等于 q 减掉 w 好 好 那我这是热力学第一定律 那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一件事情 我 q 等于什么 tds 那我们前面交的一些 force 的观念 w 是等于什么 pdv 好 那如果 我把这个 这东西呢 我把它 好 我把它写成 d 好 我把它写成 d du 等于 tds 减 pdv 有没有看到 如果你跟这上面去比 d z 等于 m dx d x 加上 m dy 然后再看 我这是 z 是 xy 的函数 所以这个 u 是什么的函数 u 是 sv 的 u 是 sv 的函数 u 这边是 sv 的函数 u 是 sv 的函数 u 是 sv 的函数 好 那 du 等于 那我们前面讲 tds relation 的时候 我们讲的是 du 加上 pdv 对不对 我们整理一项之后变成它 那我们现在还知道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我的 h 是等于 u 加上 pv 所以我的 dh 等于什么 du 加上 pdv 加上 vdp 对不对 所以我带进去之后 我变成什么 我的 dh 等于 tds 加上 vdp 对不对 所以又开始比较 dh 等于 tds 加上 vdp 所以我的 h 是什么的函数 我的 h 是什么的函数 我的 h 是什么的函数 我的 h 是 sp 的函数 我的 h 是 sp 的函数 ok 我的 h 是 sp 的函数 ok 好 那再来 那我把这个也可以变一下 我把这个也可以变一下 我把这个也可以变一下 那这东西变完之后变成什么 我的 dh 等于 dh 等于 dp 减 到 s d t 那我的 gips 等于 dh 等于 dp 减 到 s d t 那你说老师这东西看起来很复杂 其实一点都不复杂 它的推导都非常的单纯 它的推导都非常的单纯 所以我们现在有几个 我们现在有几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抱歉 不是这一个 有一个 d u 的 有一个 d h 的 d h 的 我们还有一个 d u 的 我们这四个东西 我们这四个关系式 就是我们推导 Maxwell Relation 的起点 就是推导 Maxwell Relation 的起点 我们后面开始来 我们后面开始来推导这些东西 推导这些东西 在推导这些东西之前 给各位翻到课本上的一页 请各位翻到课本的505页 课本的505页 table 11.1 怎么样 这上面的 equation 看起来过瘾吧 那这个就是中间有一块地方 中间有一块地方 从上面看下来中间有一块地方 写的是什么 Maxwell Equation Maxwell Relation 那个就是我们等一下要推导的 那个推导蛮单 是所谓的 Mixed Seconder Derivative 然后在上面什么 Basic Function 看到没有 Basic Function from U equal to USV 为什么是USV 就是这边写的 因为我有 Source Law 我写下来之后 我可以把它写成 Energy Balance DU等于TDS 减掉PDV 所以我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U就是谁的函数 SV的函数 那我把H等于U加PV带进去 我可以得到一个 得到一个这个DH等于 DH等于TDS 加上VDP 对不对 那我H就是HP的函数 那同样的Pasic 这个Pasic 我是Himers Function 我会发现它是什么 V跟T的函数 Gib Function 就是什么 P跟T的函数 就从这边来的 那所以我们现在讲有四个东西 有四个东西 U是SV的函数 OK H呢 H是H是HP的函数 H是HP的函数 H是HP的函数 然后Pasic 是V跟T的函数 G是P跟T的函数 G是P跟T的函数 这个叫什么 Fundamental Thermal Dynamic Function 这四个 就叫Fundamental Thermal Dynamic Function 它一定是这样表达 我虽然是Giving两个Property 我可以决定其他的 但是我们在谈这些Relations 我们要推导它直接一些 关系式的出发点 一定是这个样子 U是SV的函数 H是HP的函数 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出发 因为它都是从什么 First Law跟Second Law过来的 OK 因为这个式子从哪来的 First Law First Law加Second Law 对不对 所以由这个式子来出发 然后我们Define它的 它这些Property的一些关系式 然后完了之后 我们再推导其他的 所以这个就是 这是它的出发点 所以我们称这四个东西 叫做Fundamental Thermal Dynamic Function Fundamental Thermal Dynamic Function 那我们现在来到课本上 我们到Table 11.1 我们把这个Table上的一个个的Equation 给各位做一个推导 当然我不会每一个都导 因为我们不要耽误那么多的时间 所以给各位看一下说 我们基本上一个做法是什么样的一个做法 好 课本的11.1的式子呢 事实上是在课本的503页 它边有一些推导 那我们现在从这个式子开始 我们从基本开始 我们有First Law 我们说DU等于TDS 减掉PDV 对不对 这是我们First Law加Second Law出来的式子 所以由这里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U是SV的函数 对不对 U是V是SV的函数 所以呢 我把DU 因为U是SV的函数 我可以把U写成这个Partial S Partial 抱歉写错 Partial U Partial U Partial S Constant V的DS 加上Partial U Partial V Constant S的DV 所以T等于什么 你比较一下这两个式子 T等于什么 T等于Partial U Partial S的V OK 那-P等于什么 -P等于Partial U Partial V的S OK 好 所以你现在看一下Table 11.1 最左上角的那两个式子 OK 最左上角的那两个式子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那两个式子 也就是从这边 也这边 也就是从这边推导出来的 也从这边推导出来的 那 从这里 我们可以再推导一个Maxwell Relation 出来 我们现在看 我们说 它的Mixed Second Derivative 要相等 Mixed Second Derivative 要相等 所以我把T 对 V 做维分 在Constant S之下 然后我这边把 我把這個-P 好 我把这边复的ΔP 为什么是复的 因为这边有个复号 复的ΔP 然后Constant S 在V 之下 因为它是SV的函数 那P原来是对V在做维分 所以在second derivative 就是在做s做微分 所以这是什么 这是mixed second derivation 所以这两个之间要怎么样 要相等 对不对 这两个要相等 因为mixed second derivative要相等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一个 这个就是一个maxwell relation 这个就是一个maxwell relation 所以这个maxwell relation从哪来的 从usv来的 usv的函数来的 所以我对h是sp的函数 我也可以推导出来一个 那就是11.33 那个就是11.33 就是11.33 那这是usv的函数 我们再往下走 我们再往下走 就是h是这个h是dp的 这个sp的函数 我们再来讲 我们dh等于tds加上vdp 这是另外一个 sermodynamic的一个关系式 一个关系式 所以我这里呢 我这里知道h呢 是sp的函数 h呢是sp的函数 ok 所以我一样 我的dh等于是partialh ok partialh partials constant p的ds 加上partialh partialp constant s的dp 那我可以把它写成 我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所以t又等于什么 t就等于partialh partials constant p ok 那我的这个v等于什么 v等于partialh partialp的 constant s 对不对 ok 好 你们发现这里又出来一个relation 这个是t 这个也是t 所以这两个t要怎么相等 所以这边是partialu partials的v 等于partialh partials的p ok 这里又出来另外一个关系式 另外一个关系式 好 这个关系式就是什么呢 你回到课本上table11.1 这就是所谓的additional relations 最下面一块 additional relations 也就是这两个式子 也就是这个等式 看到没有 我从 我从这四个开始 我从 我从这个 我从这四个开始 所以这整个东西的key在哪里呢 整个东西的key呢 是在 是在这几个 是在这几个 这几个东西 我们说 这几个东西的key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 一样 我们p t v u h s 那我们现在要加进两个新伙伴 一个叫preside 一个叫g heimers function gips function ok 那重要是什么呢 heimers function的定义 g等于h 减掉 h减掉ts 这是它的定义 ok 那不要忘了 我们还有一个东西 是h等于u 加上p v h等于u 加上p v 所以 这是 这是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定义 然后呢 我们起始点 是什么 是我们 是我们的 thermodynamic first law 跟second law的 combination 如果你知道这个 如果你知道这个 你知道这个 其他的推导都是可以出来的 为什么呢 我的dh等于t d s 加上v d p ok 那我的d precise i就等于 负的p d v 减掉s d t 我的d g呢 就等于v d p 减掉s d t 这几个都可以推导出来 所以key是什么 这两个的definition ok 其他都可以推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 其实点 这个其实点是什么 first law 加second law ok 这个式子是其实点 这是definition 所以你如果你记得 这个definition 记得它的其实点 这些东西都出来了 那有这些东西出来 根据你自己 我们前面学的 mathematic relation u是谁的函数 s v的函数 ok 那h是谁的函数 h是sp的函数 因为equation看 一看就知道 它是sp的函数 那这precide呢 是这个v跟t的函数 g是什么呢 g是p跟t的函数 那这个是什么 fundamental thermal dynamic functions ok fondamental thermal dynamic function 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出发 然后呢 我们利用这两个东西 当做工具 当做桥梁 我们会把steam table 给推出来 ok 可以把steam table 给倒出来 可以把steam table 给倒出来 好 那 各位呢 我们基本上在这边 在这边 我们现在讲的是 这个table 11.1 table 11.1 里面的关系是 我们现在到table 11.1 你来看 ok 所以你看呢 它在最左边上面 是从这个出发 我可以推导出来 equation ok 然后我从这个出发 也可以推导出来 然后从四个 分别当出发点 当出发点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用一个 用一个differential的那个形式 用一个表来表达而已 我就可以推导出来这个equation 然后再把这个东西 做mixed circundal derivative 每一个function都会出来一个relation 那个relation就是maxwell relation ok 好 每一个function都会出来一个relation u是sv的话 你出来的是11.32 h是sp的函数 你出来的是11.33 那precise vt的函数 你出来的是这个11.34 ok 然后11.35是从g那边出来的 所以你在看这个maxwell relation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到percise跟g 没有 没有看到那些东西 因为那只是一个桥梁 让我们走过去 好 再来呢 我们现在看看这个additional relationship additional relationship 就是从上面basic出来的 因为你t 那我们这边讲的 你t t 这两个都是t 所以它应该相等 ok 那就是additional relationship 所以这些东西呢 都是可以推导出来的